接近中午時間 台北市錦州街不少上班族準備用餐 12米寬的雙向道路 整排摩托車就停在店門口 行人只好越往馬路中線走 交通意外往往就此發生 吃完麵以後嘛 他就走出來 走出來他就看到機車 就一長排啊 他沒地方走 當然這個時候就很自然的 又走在馬路中間了 那晚上的景色比較昏暗 然後剛好就有一台計程車就這樣開過來 今年7月一名路客到餐廳吃完飯準備離開 可能就是太靠近車道 加上天色昏暗 當場被一台計程車撞上 還好司機反應快及時煞車 才沒造成嚴重傷亡 但行人就倒握在車輪旁 畫面還是讓人觸目惊心 當地意外頻傳 中山區松江里長蒋竹萱 尋求議員協助 在景州街240號前 到明生東路二段147巷口 利用水溝蓋更新 在馬路兩側畫設人行道 同時也保留機車的停車空間 在那個綠色標線型的人行道的外面 我們會畫斜格的機車格 所以說 你就是說 行人 他也有行人該走的一個安全的地方 機車呢 住家的機車 也不會影響到他停車的問題 斜線機車格佔用空間小 不影響行車 又能滿足住戶停車需求 而行人也有專用道可以走 創造山營 只是施工期間 里長還得請用路人多包涵 預計一個月後就能完工 記者邱世民採訪報導